蔡政府開放萊豬進口 外界推測台灣預期可以換得 談判台美BTA 但最新消息傳出 美國商務部對台灣輪胎 相關產品課重稅 根據比特網臉書粉專貼文 美國商務部公布 輪胎反傾銷稅調查 台灣被課稅 百分之五十二點四二 到百分之九十八點四四 南韓泰國連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越南最低零課稅 相較之下 竟是開放萊豬的台灣 反傾銷稅率最重 可能我們產品的生產成本很低 或者是說也許我們真的是 用一種生產規模經濟 多餘的產品把它銷到美國去 被美國認為是傾銷 所以課我們傾銷稅 眼見美國一直用它各種 國際貿易上的這種法律工具 來對待我們的產品 拿了這個方式來告訴國人說 美國人會對我們太好了 會好 其實我覺得未免是不是太天真 或者太相信美國了 蕭基會董事長諷刺蔡政府太天真 更有鑰匙傻眼 因為政府匿名譯進口萊豬 換來的竟然是美國人對台灣 課重稅 不但沒有變高一階 而且甚至美國還對我們 實施了更重的調稅 去侵害我們國家的人民的健康 可是呢 好像什麼好處都沒有 這也是滿奇怪的事情 白宮一月二號推文臺灣取消對美國牛肉 與豬肉進口壁壘是受歡迎的一步 對美國農民是好消息 期待二零二一進一步強化臺美經濟聯繫 但回顧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 在去年十二月二號接受紐約時報 專訪未來貿易政策 他提到在美國國內環境獲得強化錢 不會跟任何人簽署任何新的貿易協議 蘭豬開放這件事情 我們並不是跟美國在談判桌上 談出來的條件 而是我們臺灣的政府 自己送給美國的一份禮物 所以我們並沒有換取到任何的優惠和條約 等於說蘭豬是白白開放給美國 不少網友痛批 民進黨政府只是製造假象 讓國人以為臺美關係很好 事實上是被人與取與求 如今萊豬換到 凡被課重稅真的是白禁了 記者智能中央相遇 臺北新北市採訪報導 相關的資訊 更激烈的內容 慶祝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以及快點TV臉書粉絲 臺北新北市政院 all夜市全民臺 營臺北新北市指南部